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瓶器 大家注意一下保瓶器 其实保瓶器很简单 只是一个吐气 一个吸气 一个注气 然后再吐气 修保瓶器法 就是先吐出身体里面的晦气 把你身体悟瓶的气 先吐掉三口 然后吸进一口清净的气 吸进来 把这个气降到丹田的地方 降到丹田的地方 然后闭住呼吸 闭住了 不呼吸 那么差不多要闭多久呢 每个人体质不同 闭到你不能闭的时候 再把这一口气吐出去 再吐出去 这个就是保瓶器 那么能够把这一股气存在你身体里面 越久就越好 越久就越好 气记得一定要到丹田 再记下 这地方 那么要先吐晦气 再吸一个清净的气进来 闭住气 然后要把这一股气跟你的身体啊 都关成一个保瓶 一个保瓶的样子 所谓才叫做保瓶气 这其中有一个要解 这个气也不能从底下露出去啊 露出去就变成这个晃僻成风了 要稍微缩一下子 缩一下子 就是把气提起来 下气往上提 上气往下降 集中在丹田的地方 这个就是保瓶器 很简单 那么这里三个口诀 一个入注容 入 气进来 住在你身体里面 溶解 把它溶解 其实你说吐气啊 是最后最差的才要吐气 真正的保瓶气啊 是把这一股气啊 擀进中脉里面 把气在丹田的地方 然后利用身体的摇摆 让它进入中脉 通中脉 要散的时候啊 把这一股气啊 往身体各部分的毛细孔散掉 最后的这一股气实在憋不住了 才从你的鼻孔啊 或者嘴里面给它喷出去 喷出去 喷出去 因为那时候已经憋不住了 所以一定要用喷的 冲出去 这样子 吸进来 在就是入 在里面就是住 那么在容 在吐 这几个要解 保瓶气你修成了 你能够这个闭气两分钟 算是成功 修到能够闭气两分钟 算是成功 你这个时候你要练提这一股气 用你的意念啊 你来提这一股气 很多作用的 你将来可以提明点 可以降明点 可以辞 可以散明点 都是在这里 你能够应用这一股气啊 修炼的话 就是真正的红仪将 那么这一股气啊 也可以治病的 也可以治病的 你身上有这一股气也可以治病的 你身上有这一股气的话 你身体经常运转 经常在你的身体里面走动 啊 充满走动 不容易有病的 不容易有病的 不但你自己不容易有病 你可以周天循环 会产生四个东西出来 一个是声音 你发出的声音啊 是你的气功发出来的 气 你身体会产生光 由这一股气啊 你修成光 你的神采灰扬 你不会看起来像一个劳病鬼 你神采灰扬 你脸色非常的好 你身上有光 有无形的光气啊 从你的毛细孔产生出来 你身上有磁性 你有人电啊 有气啊 修成人电 这一股人电啊 你身可以帮人家治病 你身体有气吗 你这一股气可以帮助别人啊 可以补人家的气啊 你的气很充足啊 那你身体产生的这种磁力啊 非常的强 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医邪 研究到磁啊 睡觉的时候睡磁床啊 带个磁的手环啊 身体穿磁衣服啊 带个这个念珠有磁性啊 调整你身体的磁 其实你念九节佛风 念宝瓶器啊 你身体的磁力就很强了 可以帮助人 那些病不好的呢 到你身上啊 到你旁边啊 你就给他加持的话 他的病呢 他的磁力就增长 他身上变成会有电的 你自己就是电 你的身体就是电源 啊 这个声光啊 啊 这个电啊 通通都有了 你身体会变成很有力量的 声音啊 来自于气 来自于气 气又化为你身体的这个光 啊 你的气色啊 就不同 再来呢 再来呢 你自己本身啊 所发出来的这一个 这个人电啊 身体的这个 这个人电啊 你可以又去帮助人 啊最后呢 还有呢 这个气啊 还可以跟神合一的 气跟神 跟你的生命元素合一的 你就可以修成这个仙啊 修成仙啊 在虽然是在人世间一样啊 但是你等于是神仙的境界 这个密教里面讲啊 就是轰仪家 啊 轰仪家可以修到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你身体的气在走 啊 在哪里走 在哪里走 你这里有病 这里酸痛 表示这里的气脉不通 你把这个 这一股气啊 运过来 在这里多灼几下 多循环几下 它就通 全身的气啊 全身的气啊 都可以通 所以真正的师父啊 这个有时候啊 坐在法座上啊 身体摇一摇 哎 他是在练气 吸口气 下降 上升 这个旋转 发功 都可以的 很如意的 很如意的 那你修行到有成就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得到 记得 一定要恒心 有恒心的去修这个 啊 九节佛风 跟宝平气法 记得宝平气的口节 有些 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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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到这里 欧妈的备命好 谢谢大家